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廣狀市場 這也是男朋友要求行程 因為他沒來過,他在電視上看到,很想來看 我就帶了他來廣狀市場 應該都是會吃那些很經典的綠豆煎餅 有些東西 超開心的,今天帶了這張畫家,突然有人討論日文 我今天可以假裝嫁妹 吃東西再跟大家說 我們決定吃這檔 這裡有些芝芝,在煎餅 很焦,很害怕 之後我們會坐在旁邊吃東西 那些不是我們,那些是上一手的 我們就等個煎餅 謝謝 這就是我們的煎餅 太多了 現在是蘸的洋蔥汁 那種洋蔥味 蘸完洋蔥汁 好吃 因為它煎得很脆 很脆 有些豬肉 這個汁是鹹鹹的,挺好吃 又不差 4CM有兩塊 我覺得都OK 大家可以試一下 其實綠豆餅是我本來不吃的 但這個豬肉餅我都OK 這就是廣東蔥汁 你拍著這個牌 然後進去準備的本地 就是山牛肉一條街 不知道你們夠不夠膽吃這個山牛肉呢 如果你夠膽吃的話 它是一個人間的美食 這裡整條街都是吃山牛肉 然後都挺有名的 然後我們就吃這間 給大家看看這些山牛肉 這裡就是那些山牛肉 很噁心 但其實它真的很好吃 你會看到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進去吃了 這裡就是鼎鼎大名的山牛肉 很好吃的 它是有生雞蛋 然後用麻油去拌 他們韓國是用韓牛的 所以其實質素是 在這裡 這條街 就不用擔心 現在來到韓國 不要只會走下去 這裡就是叫一間 no brand的超級市場 然後它本身是 e mark裡面的其中一個牌子 我現在就因為很受歡迎 現在自己都開了一間 屬於自己的超級市場 裡面買一些超便宜 這個曲奇聽說很好吃 這麼大罐 都是20元而已 然後之後 這個不得了 你看看 多大同志士伯伯啊 都是不用30元而已 超便宜 然後這裡是什麼都可以買的 薯片 餅乾 麵 這裡有它自己的自家品牌 看看會不會找到 給你們看 上面會寫著是no brand 是他們品牌的 好 我們走個快 這裡會有些意粉 還有零食 這些朱古力威法餅 還有零食 擦紋 有飲料 醬料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超級市場 那邊是賣生活用品 還有一些冰桂 這裡也有的 夜飲 這裡有些nux 有些不同類型的nux 這裡寫著一些有味 上面有辣粉那些超好吃 送走一流 然後會有冰桂 前面有一雙情侶妝 這裡也有可以買 剛剛在no brand超級市場 我們買了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像媽媽麵 等一下開來試試 這個是曲奇味的巧克力 脆脆的威化餅 然後有一個是 焦糖味的巧克力脆脆威化餅 然後這個 這個是類似 Starbus裡面有個Green Tea Latte的 一個飲料 這個是 巧克力百力枝 夾心百力枝 這個是紫薯味的薯片 還有剛才也有說過這個 應該裡面有一些辣粉的一個杏仁 全部都是零食 超便宜的 我想全部都是二十三十塊左右 一包 這些是不用 這七塊也不用 其他那些超便宜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要只是去下天 一定要去下這個no brand的market 上網 應該找到很多地址 不是只有高速巴士客運站 有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最後一頓 本身我們是想去一間 很有趣的吃串燒肉的地方 不過去到的時候感覺好像執著 因為找不到那間店 變成一個公地 所以我們不知道怎麼 進來這間吃烤肉 這是我們在韓國最後一頓 又吃了一個普通 昨天吃的那個是用石仔烤 今天變回平常的 但肉你看看很漂亮 它們的紋理很漂亮 現在是吃濟州豬肉的 我們一會兒就嘗嘗好不好吃 除了燒肉之外 還點了一個大醬汁 這個很棒 你看看起來 這是蒸蛋來的 雞蛋糕 雞蛋糕 這裡完全沒有遊客 不過走了一台超多人 剛才有超多阿叔在吃東西 現在我們在等著肉熟 還有等著東西吃 四天的韓國Vlog就完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